15. 上海證券報 港資房企加速套現內地項目 2015年7月22日新聞公司06專欄 這個佛山最大的舊改項目是新鴻基在五年前獲得 隨安置房用地外,藍石改造遍區地塊全部被新鴻基收入囊中 新鴻基共計責金81.65億元拿下的兩大雙住項目地塊 佔地面積超過74.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超過278萬平方米 拿地不久後,新鴻基就找來了合景泰副作財務投資者 向其出售了佛山舊改項目20%的股份,如今將持股比例降至50% 新鴻基不但可減少項目前期投資額度,同時還成功套現18.6億港元 記者專欄令編輯宣放計詳實 隨安、華人置業後,由一家港資房企馮高透現內地房地產項目 近日,在港上市的廣州房企合景泰副公告,與新鴻基定立股權收購協議 收購後者持有的廣東佛山最大舊改項目30%股份,涉及金額約18.6億港元 近兩年,新鴻基幾乎在內地土地市場銷聲匿跡,這次有套現手中原有項目 使其在內地的投資規模進一步縮減 分析指出,老牌港資房企的且戰且退、突然收縮 或與內地房地產市場進入萬牛有關 由於收益前景已無法和黃金十年相比,令港資無心戀戰 而與此同時,港企的收縮合好及一身內地房企並扣擴張的機會 加之貨幣寬鬆以及再融資政策鬆磅 都及內地實力房企提供了充足彈藥 新鴻基出售佛山項目股權合景泰副地產上週五公告 公司及全資附屬公司附來、高登與賣方新鴻基發展 中國、有限公司訂立股權收購協議 分別收購Lyntondale及Bonsery各百分之三十以發行股本和股東貸款 股權轉讓完成後,Lyntondale股本將從分別由附來及新鴻基各持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八十 轉變為各持有百分之五十 Bonsery股本將從分別由高登及新鴻基擁有百分之二十及百分之八十 轉變為各持有百分之五十 此筆交易涉及的正是廣東佛山最大的一個舊改項目 據公告,交易標的之一的Lyntondale公司持有佛山市蟬城區的三幅土地 總地盤面積近46萬平方米 另一標的公司Bonsery持有同樣位於佛山市蟬城區的另外四幅土地 總面積52萬平方米 此早佛山市蟬城區土地正是新鴻基在內地投資體量最大的一個項目 同時也是佛山最大的舊改項目 未來將包括商業、服務式公寓、酒店、辦公室及住宅物業 據悉,這個佛山最大的舊改項目是新鴻基在五年前獲得 2009年12月30日,新鴻基以34.6億元奪得佛山蘭石三宗地塊 折峽樓面地價2688元每平方米 不到三個月後,在2010年2月22日,新鴻基在佛山作為唯一勁拍人 又以47.05億元拿下了蘭石舊改項目的最後四塊土地 至此,除安置房用地外,蘭石改造偏區地塊全部被新鴻基收入囊中 新鴻基共計責金81.65億元拿下的兩大雙住項目 地塊佔地面積超過74.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超過278萬平方米 拿地不久後,新鴻基就找來了合景泰副作財務投資者 向其出售了佛山舊改項目20%的股份 經過4年多的洞遷和開發建設 這個名名為農警的巨毛霸項目終於入市 2014年4月,住宅部分農警花園一期開盤,主推兩棟高層陽房 同年12月12日,商業部分農警新地方商業街進駐品牌簽約活動首次亮相 有推有進地產業並購看頻現實上,新鴻基在內地投資趨於謹慎早已有職可循 在去年9月12日舉辦的2013至2014年度全年業職發佈會上,新鴻基地產高層增指出 由於2013年公司斥資以117億元購入上海除交回地費 內地投資佔比以上升至23% 其表示這個比例已差不多了 根據新鴻基的戰略,其在內地的投資速度將放緩,投資額度也將逐漸減少 在這個背景下,此次出售佛山舊改項目股權也就變得不難理解 據新鴻基預計,佛山藍石舊改項目總投資額高達500億元 如今將持股比例降至50%,新鴻基不但可減少項目前期投資額度 同時還成功套現18.6億港元 在進入房地產白銀時代的漫牛行程後,港資開發商紛紛降低內地投資力度 香港商人羅康稅旗下的稅安房地產近期也發布公告稱 公司現證合談出售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商業物業 包括位於上海的物業,並透露正與潛在買家商討可能的出售事宜 而就在7月9日,市場傳出稅訪位於上海新天地的核心資產 企業天地一期已經被領回收購 幾天之後又有市場消息稱,萬科與投資公司泰盟投資集團及鐵師們合作 期望以約35.7億元從稅安房地產手中收購企業天地三期 並籌集5.09億美元的貸款,如能成交 稅安將從這兩項核心物業的出售中套現約100億元 也市在最近,7月14日晚間,香港知名富豪劉聯雄旗下華人置業集團也公告 將以65億港元向DLJ地產全資附屬公司出售其位於 四川成都的三個物業及一筆私募基金投資 華人置業認為,成都近年來多個大型商業物業相繼落成入市 供應已明顯過剩,出租物業收入及酒店經營收入明顯的下調 導致持有商業物業的回報較預期低 加上目前成都仍有多個輕建中及代建的大型商業物業將相繼落成 預計商用物業資產價值可能會下跌 通過這種總跡像可以發現,繼早前李嘉誠大量出售內地資產後 包括稅房在內的多家港資房企近期都有出售內地資產的動作 相關分析師表示,在地產達周期開始進入漫牛行程之後 港資房企紛紛逢高套現,主要是由於內地房地產市場投資回報率 已不能與過去黃金十年相比,早已賺得盤滿撥滿的港企逢高套現 轉移投資一些高新行業,回報率顯然更高 而從接盤者方面看,伴隨融資環境、貨幣政策等逐步放鬆 內地房企也有二家快並購擴張步伐 例如,從華人至業手中接盤成都項目的D.J.集團總裁海軍就曾表示 在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宏觀政策有所放鬆,帶來更多行業並購機會 D.J.融資所得主要將用於適時並購利息略高一點點 對於整個大的戰略決策來說,這個成本能承受 但如果錯過了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可能未來並購好的項目 或者並購好的公司的機會就沒有了 夏海軍表示 marksman支持 搭配範選項